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日專題 上星期,國際新聞有一個比較大的新聞 連續好幾天都有追蹤,就是泰坦號事件 泰坦號事件到現在已經算是塵埃落定 亦都官宣了當中的幾位乘客不幸死亡 當然,整件事我們在上星期都有一路跟進 在過程中,無論是Twitter或微博都有很多的討論 就是當中的乘客和公司Ocean Gate 所以今日專題就講一講當中的這兩個方面的問題 在完結後,官方隨後宣佈已經停止搜購行動之後 幾位乘客的背景亦都更加被深入發掘出來 而幾位乘客,我們知道有五位乘客 而當中的Ocean Gate的創辦人 Stockton Rush亦都在裡面 亦都是不幸離世 而其中一個,成為一個媒體焦點的位置 就是Stockton Rush的太太 為什麼Stockton Rush的太太這麼重要呢 就是原來很多媒體或網民去翻查這位Stockton Rush的太太 也就是Wendy Rush的背景 就發現原來她的背景都頗有趣 和對太太太 第一,正如我們昨天有一個人說過 我吃飯後有一個人說過 全香港有些人都是靠老婆發達 那她應該都是靠老婆發達幾個人 沒錯 而且她老婆最重要是她沒有上船 是 右手邊這位就是創辦人Stockton Rush 其實她背景是比較平常的 就是做過很多戰鬥機或運輸機的工程師 但是她的太太 Wendy Rush 就比較有趣 就是說 先說她的 我先說說 因為她做很多機的工程師 她們就變成創新性很強 是 所以她一直覺得要創新 要有些很年輕的人 不停做一些創新的事 那些創新的方式 就是減低成本 那就沒有用到一些比她年紀大一點的 就是這些 如果你是找一些年輕人去做這些人 有時你做的就是創新有餘 而是穩重不足 那這個就是很多時候 你會遇到一些這樣的後果 就是年輕人是用來闖關的 用來什麼 那這是事實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些年紀大的人去打後防 結果就會出現這個狀況 沒有人把關就變成這樣了 沒錯 曾經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 Titanic Tour的CEO 是沒有請到 這裏講五十歲 但是其實 甚至乎有些新聞 是說 是二十幾歲 就是全部請的都是二十五歲 左右的人 因為他們不知道哪一天 是不行的 還有他們 年輕人的博 為什麼年輕人博 我解釋 就是說 你年輕人 如果你想過 度過 你就不會去戰爭 你不會去打仗 是 你要推人去死 你一定要找些年輕人 愚蠢的年輕人 否則你計算數 喂 不計不過 你就不會去戰鬥 去戰鬥的話 就是愚蠢的年輕人 所以你永遠都是一些 不懂計算 風險要回報的年輕人 你一定要找這些人 否則你沒辦法能夠做到任何事情 所以才會這麼離譜 做什麼 我想這些 大家 都知道了 現在被人報道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特別去講 如果理論上 你一見到 用這麼儀器的東西 你應該馬上就走 但是 這件事 我想我也是做了一些評論 那些人經常說 你看看那些鬼佬 是多有 冒險精神 這是什麼冒險精神 一行狗精神 不會死 我解釋 以前的時候 譬如我們現在一個 一個 一個 共同體 一個社群 我們去 我們住在一個地方 可能我們想 擴展我們的生活空間 擴展多些打獵的地方 於是我們不停有 一些冒險精神 找一些未知的空間 或者是 世界的時候 可能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 還有很多未知空間 例如 喜馬拉雅山 或者水底 你是要去做的 現在他們的時候 他們不是做一個探索 他們有法 他們不是一個探索 以前的探險家 真的是探險的 你去到那個地方 你盲方 你不知道 地圖沒有這個東西 空擺片 那些是探險 那你們呢 現在還有一個 你們去到 你們去看一看 你們還沒有真的 見識去看一看 你們還比喜馬拉雅山 那些探險 那些 你只是進去 經過幾個大玻璃出去 去看一看 你們是John B 告訴你 我去過了 這樣而已 這跟一些大陸的富豪 說 你給更漂亮的女兒 我也不要 我要的是明星 好 OK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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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過那裡 你看多厲害 走出來 因為美國人喜歡這些 喜歡這些 就是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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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這是什麼 就是這些 不要說 他們一說說 就說 美國人 有些冒險精神 探索 探索 搞這些 我先評論一下 他們的心態 明白嗎 然後又貪便宜 又貪便宜 那些是最 超級的心態 是 就是 Joystick的事情 都說了很多次 很久了 不是這個Joystick的問題 我們不說這些問題 這些被人說了 就是 你這樣也可以證明一下 智力問題 第二就是 不要說 這些不是冒險精神 我告訴大家 這些不是叫做 冒險精神 你只是 你只是 不懂死而已 這就是 你等於 你看到大陸的 很危險的 過山車 很危險的 機動遊戲 或者很危險的 Bunky Jump 你也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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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條繩子 都不可以跳下去 那些Bunky Jump 你這樣也做的 一樣 然後就告訴你 我試Bunky Jump 其實都是這樣 這些人一點都不是偉大 一些不是冒險精神 是暗狗精神 OK 所以現在 正在討論的是 他會不會是因為 拿了這個項目 來做Capsule的行為 就是我講 這間公司 當然 如果他不是打算Capsule 他不是打算做這個 他一定要將成本降到最低 我現在成本降到最低 我現在就將東西量產 就是Capsule 剛才一直講到 這個創辦人的太太 她的背景是什麼 原來他後來發現 他是 兩位 當年鐵達尼號 離難者的後代 這兩位 右手邊 就是鐵達尼號 兩位的離難者 伊薩多和 埃達 這兩位 其實都是有錢的 當年是住頭等倉 甚至乎 他們 是進入了 97年 尖士加梅倫那套 Titanic那套戲 就是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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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已經湧進去 不過他自己覺得沒有上船 誰沒有上船 你說 這個是這套女 你說 創辦人太太 沒有進入那套潛艇 但是當然 她 應該說 這位 現在這位太太 她的創辦人太太 是她的 原孫女 原愛孫女 原愛孫女 即是讓曾孫女再進一步 曾和原 曾就是 曾就是什麼 曾孫女 曾孫女 是 曾孫女 我剛才想什麼 原愛孫女 是 原愛孫女 所以說 幾代之前 都是鐵達尼號的離難者 亦都入了那套戲 而當中說的是 他們當時已經是很有錢的夫婦 為什麼在1912年 1912年的時候 已經是很有錢的夫婦 因為 再回到十幾年前 1912年 1912年的時候 原來這對夫婦 是 美國 梅西百貨 Macy's 的全資 擁有 人 Macy's 其實是一間 如果在美國的時候 差不多是 美國人都認識的 一間百貨公司 亦都是 百年 即是Sogo 大衣媽 等於 好像香港永安 都是歷史悠久的百貨公司 我解釋一下百貨公司 在那個年代 百貨公司是最殘舍的生意 即是等於現在做互聯網 我解釋 你現在在腦中幻想 好嗎 那時候 以前 一間店舖是賣一兩種貨物 所以百貨公司 百貨那麼厲害 是 一兩種貨物 你想想 你的貨物會去到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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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貨物會很高 基本上你不用搬 你的利潤 可能要十倍利潤 你才能夠 才能夠 於是 現在有一間公司出來 是百貨公司 你所有貨物都有賣 之後 一間公司 你想想可以賣多少貨 你可以知道利潤突然爆升到哪裏 你明白的意思嗎 是可以爆升 因為你突然多了這麼多 從來未試了一間公司 在這麼短的地方 可以compact這麼多貨物一起賣 所以這是一個當時的社會生發明 但為何會有百貨公司的存在呢 因為你必須要很大很大很大的人口 即是大人性的出現才是百貨公司 所以中國就是上海 你還會出了百貨公司 所以美國 你出了Masis 原來就是這樣的狀況 那一個年代 如果百貨公司發明的話 就是當時全世界最賺錢的公司 就是百貨公司 是的 所以兩位 幾代之前 都是說梅西百貨的擁有者 當時也知道是全資擁有的 當然現在還有沒有呢 我看看現在的股權應該是沒有的 因為在這一百年時間 經歷了很多次的股權的變更 還有就是梅西也沒有以前那麼賺錢 是的 其實他90年代已經被收購了 雖然他現在仍然是股權 沒有賺錢 雖然他現在仍然是股權 所以泰坦是跟梅西百貨或泰坦是有關聯的 這是第一件事 而且當然其他幾位乘客 在各大媒體也有說到 然後 關於泰坦號 其中另一件事是比較值得說的 就是Ocean Gate這間公司 關於Ocean Gate這間公司 其實是後來就被發掘出來 其實這個泰坦號 在2021年至2013年的時候 已經有幾次的探險 即是他不是首行 他做了幾次的航行 而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這間是很少數 能夠達到4000米以下的潛水器 因為其他做到這個效果的潛水器 都是有國家背景 這是一間私人公司 但問題是 原來後來發現 Ocean Gate這間公司 當中的安全性 當中是有很大的疑問 之前有爆料說 原來有些前員工 一直在質疑 前玻璃或設計是有問題的 甚至前員工說 因此被Ocean Gate這間公司炒毀了 這是第一 後來也有人爆料 就是講這個船身 根據合約上的厚度 已經是7吋厚 變成5吋厚 那他有很多這些 你一直講 你講不完 而最重要的是 Ocean Gate 其實一直在官網 都聲稱自己和波音公司 華盛頓大學和NASA 是有合作和技術支援的 實際上 實際上 出來的時候 波音公司和華盛頓大學 一出事的時候 已經說 我們沒有和Ocean Gate 有任何關聯 NASA 後來就說 我們有少少簽訂了一些合同 但是那些合同 都是做一些 沒有直接參與設計和製造 只是就著材料科學的問題 去給少少的意見 簡單來說 他聲稱的這三間大公司的支持 其實都是沒有的 所以 那些人才會去想 你是不是偽造這些文件 偽造這些合作方 所以令人相信 然後去做一個 千局出來 去吸引人家 買這麼貴的船票 去參加這個圈 那多些都是騙人 是 因為詹姆士金馬倫沒有 他說他覺得非常危險 因為詹姆士金馬倫應該是 最先去探索 探索 是 探索 鐵達利號 你有沒有看鐵達利號那部戲 是 他自己是拍出了紀錄片 他自己真的去了鐵達利號 真的看完所有東西 所以是 那個叫做 他真的是專家 所以他沒有兒子 是 他 之後 他一直都對海洋 是很喜歡的 包括 後來拍戲 包括 阿凡達 最後 他也是 水世界 他也是很喜歡海洋 甚至 他那個成名作 Abbis 那裡 的深淵 ABYSS 都是講海洋 是 包括他之前 自己是 坐過潛水艇 還是他下過很久 我不是說了 他不是 他是專家人 是 他第一個 他整個人 太大 你看鐵達利號 最初是先做一個紀錄片 所以他本身就是 是 是這個專家 就是他下過 所以他不肯 是 所以 關於 現在太坦號 其實有很多事情 都還是調查當中 是 包括現在的碎片 包括整件事的內龍去脈 現在雖然說是金屬疲勞 是 但這也是一個初步的估計 而 最後還是調查當中 如果有更多消息 就跟大家跟進 是 好 那今天的專題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